刚才在聊台北市的选战 玉慧姐说不只要看民调 很多时候也要看现场的气势怎么样 我们就来看 陈时中最近已经办了好几场的庙口开讲 蔡英文总统也去了蛮多场的 蔡英文还有经济部长王美花 都直接在现场跟陈时中来应征 所以做起定未来想当她的国际事务局长 结果我们阿中部长就说 不好意思啦 人要找少年 说这个单位可能要找年轻的 让年轻人来拼城市外交 为这个城市注入一记强心针 当然阿中部长非常幽默 这个部分我也想要请教这个志中议员 因为确实其实有时候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来上节目也会说 虽然目前民调上 可能阿中不是第一名 可是这个扫街或是庙口开讲 所到之处 民众的反应都是非常热烈的 议员 对 当然这个主持人 选举一定是看最后关键的十天 尤其台北市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选举的架构 所以民调一旦封关之后 最后十天是关键期 因为网路或者是说空战方面 对于台北市民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不管是哪一份的民调 都还言之过早 就是看一个趋势 可以得到解读的一些思考 但是不能以这个为定论 就是说台北市我们 从历史上的记录来看 1998年 当时是执政的陈水扁起床 对决国民党那个时候 如日中天马英九 那市长的陈水扁的满意度是八成 但是最后是马英九过关 马英九拿51.13 陈市长是45.91 那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三卡都 还有一个新党的王建轩 主持人你知道做的多少 2.97 王建轩是被弃保掉 本来没那么加 弃得很干净 但是你去比对新党的议员的得票 是18.6 所以他是有他的行政 还是市长盘被弃掉 所以在最后主导这个选情 有弃保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民调里面 当然一定有他的机构效应 但是我们会看到阳光 也看到乌云 好的部分是说 陈时中他的基本盘回归 不管是在中山大同 松山信义 中山万华 甚至在港湖区 他的民调都有上升 所以这个当然是好的部分 代表基本盘要先顾好 我们才有办法往更多的票去 这个这个争取嘛 所以这是阳光好的部分 但是这个危机的部分 不然就是说年轻人的支持度较低 那怎么样去争取这些年轻人 可以愿意把票投给时中 投给民进党 这要加強 未来包括像最近在办社群之夜 来讲这个年轻人 当国际事务局长委员 我想多少跟这个有关系 怎么来强化这一块 那最后我觉得要小心的是 气保的问题 因为以目前的民调排名 讲话我们第一嘛 第一名不可能去互比气保 就是二名跟三名在拼 那你今天如果是 蓝营的支持者看到这个民调 他为了不让时中来当选 是不是比这气黄山山保奖 气黄保奖 这是这种双业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预言说 如果这个气保一旦发酵 黄山山如果现在是20% 他会再掉 就像那个时候 这个王健宣最后 他是加得比较低 像2% 你如果说他没被气掉 或气不干净 我觉得陈时中的机会 就很大就比较大 如果他们气保比较干净 陈时中的危机就有 所以我觉得最后 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最后这个20几天 如何来强化弱点的部分 包括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多利用庙口开奖 来强化这些基本盘 可以回归 以及要预防这个气保的效益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这张台北几张的双眼 比较没有看到政见 当年姚文志在选 还有提到说 松基的迁离等等问题 像高雄市长的选举 很多都是在讲建设 讲政见 讲说未来要把高雄的改变方向等等 但是我们比较可惜 台北市长的选举 比较没看到这部分 这三季 是20几天 永宏议员这选情是瞬息万变的 因为之前大家看黄珊珊 觉得好像她的气势有渐渐成长 结果没有想到 10月初到10月30下滑了2% 我刚才来宾分析说有可能是被科魂者给拖累 那不过另外我们看黄珊珊她最近出一招 她说她在喊 她说只要愿意合作的朋友都是战友 因为外界在说 现在是不是有黄白河这样的现象 有时候黄珊珊的场子底下会有一些时代力量的小鸡 那黄珊珊她怎么说 她说将来如果台北市让她入主的话 任何政党都有机会可以进入小内阁 只要愿意付出 才得人她都予以接纳 哇这样子疑似这样黄白河的现象 会有助于黄珊珊的选情吗 议员 对黄珊珊来说 只要因为他们的诉求 包括民众党柯文哲的诉求 虽然我觉得那诉求是说谎的 维心之外 那他们诉求就是要讲说 只有民众党是超越蓝绿 所以是以国民党跟民进党 一蓝一绿在恶斗 所以我们是超越蓝绿 所以自然非蓝非绿的对她来说 策略上都可以合作 她要极大化 所以我觉得黄珊珊讲这个还好 但是重点是说 在这个时间讲 这个可能有点早 就是说你可能第一个 因为大概选前就是这几招 第一个就是泼脏水 第二个就是这20年来 台北市场的选举都很奇怪 因为刚刚志总有提到说 没有看到证件 其实二十几年来 除了陈水扁第一次出来有提 应援也稍微提一下之外 我必须讲 我几乎很少听到国民党的 但是他们都当选 马英九也好 好 龙斌也好 然后丁守忠也好 其实我不太 我很认真看过 他们基本上没有特别去讲出 什么样的政见 但是都围绕一个核心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保卫战 第二个就是讨厌民进党 讲白都这样 这二十年来都一样 从第一次的台北市长 1994的那一年的选举到现在 我看每一次都这样 不好意思他们都当选 很无奈也是这样 那我回到这个民调 我必须讲 就是我们当时接受TVBBS这个民调 你看看陈时中所谓的上来跟黄珊珊所谓的下去 是从哪里来 10月2号的那个民调 其实他整个支持度就是表态率是85% 魏表态是15% 10月30号你把它加加也是一样 就是说不是从这个魏表态去移给了陈时中 是从哪里来呢 陈时中从22到27这五个百分点呢 是从蒋湾调了的三个跟黄珊珊调了的两个来 所以刚好是蒋湾也调了一些 黄珊珊也调了一些 然后转到了陈时中的身上 那这表示什么 如果他的交叉分析是完整给我们看 我们就更能更清楚看到 就是说第一个绿营的一定有回归 也就是说什么本来 因为事实上以前就要分析都有看得到 就是说陈时中是最能够凝聚绿营的 但是他也凝聚了七成多近八成 还不到八成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很多绿营的人他的票还分在哪里 可能分在黄珊珊那里 可能分在蒋湾调那里 那所以现在从黄珊珊那边拉一点回来 从蒋湾调那边拉一点回来 如果照这样子来看的话是 他从黄珊珊拉回来 跟从蒋湾调那边拉回来的 其实差不多一个三个百分点 一个三趴一个两趴 一个两个百分点 但是像三跟二 有人说三跟二是不是在误差分 不过统计上并不是这样算 这个三跟二跟所谓的样本误差是不一样 再一个我要讲是说 他自己有揭露的讯息是说 这个三十到三十九岁 支持陈时中比率有增加 那这显然就很可能是来自于 这个蒋跟黄都有 为什么呢 因为蒋虽然他本来在年轻族群 是比较少 但还是有 因为毕竟他年纪上就比较年轻 那黄珊珊就毫无疑问 因为他从初来到现在 基本上他都在四十岁以下 这个格局大概都是他的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确实是有 如果照这个趋势会看说 你看他最低的时候是6月24号 18% 那蒋万最高是9月18号 就是他那时候刚宣布那时候 但我也怀疑那个时候 为什么 你看9月18号那民调 蒋万是50% 然后陈时中37 然后黄珊珊9 我刚算了一下 这个表态率有96% 开什么玩笑 所以我觉得 当然了就说可能一开始伸缩怎么样了 或者这个有时候是民调的问法 或者他怎么样去对于样本的认知 对于这个有效 或是抽到哪些人也不一定 所以就说如果他的方法都是一致的话 就说如果TVBS在每一个阶段的方法 对于样本跟失败样本 或者完成样本的认知都是一致的 那表示什么 表示说蒋万安是越掉越多 越掉越多 然后黄珊珊呢 他其实有开始掉 但事实上 我觉得扣掉那个92不看 事实上黄珊珊变化没有那么大 就19到26 说实在这5个%上上下下 蒋万安的变化是比较大一点 我赶快来补充 好 我们这有点消息 这是刚才所做的 ETG Day的独家 他们拿到民进党的最内部 最新的内部民调 蒋万安30.7 陈时中29年 黄珊珊20 这个大概是最新的这个 一定要你们能看到这个 可以 这一个